2023年4月20号 徐晓东 好了是瑞瑞 瑞瑞 大家好 这要来北京 完了来北京了之后 我们 下聊天又做期节目 因为瑞瑞觉得说实话 别的看徐晓东啊嘴有点太笨了 确实文化水平低 有时候说话呢不太 说一击眼吧就说不清楚 说不利索 所以说呢瑞瑞说 也想说一些话跟大家沟通 因为他看我发推特了是吧 我发推特了那小伙子 都发了 完了小伙子过了两个 两张图片 我跟那小伙子啊 我说了我说你这些 你说的都对 但是瑞瑞呢其实觉得东哥说 我觉得他说的不对 完了我想法就是因为我觉得你说的都对 什么判刑啊 什么抓人我说都没问题 我说我的观点就是 我的观点就是能不能 这把这父亲枪毙或者是打死 或者关监狱之前能不能把这八个孩子安顿好 他们说东哥这国家还不安顿遮那子 我说的这个八个孩子是八个孩子 什么的小的是三岁还有更大的 还有六七岁的很多 这些孩子谁有病谁有基础性疾病 谁适合吃什么不适合吃什么 谁的一些生活的状态 真的是有这个爸爸呢给这帮孩子安顿好 既然这个蠢蠢 恶魔的爸爸能把这些孩子能养到这么大 最大的二十来岁 最小的三岁都是这个恶魔爸爸养的 那能不能给他点时间 把这些孩子安顿好 在他们去监狱 哎 这是我的想法 我完了我说剩下你说的都对 啊 你死刑把他都行 我说我没有不尊敬他们 我没有 听我说完 不好意思 我说我没有 对女孩的漠视 对女人漠视完了之后 假意的去保护少年儿童 他们说我假意的 我在这 我说一声 我也会在推特上发 我不想说 啊 东哥你不就说你他妈的那个 去了SY村什么的 那是2021年的事 我不想说什么 说是我一直 我就想做点好事 我2017年 记住啊 是2017年 我打完累累火了之后 我就觉得我想做一些事 做一些善事 因为太多的人害我 还有太多人恨我 我说我想做点善事 我跟我爱人就说 后来我们俩找了半天 就看见了这个 就看见了这个 这个介绍 我说那行 我说咱们呀 就做这个善事 这个呢 这个是我每个月打仗过去的 这是中国 青少年发展经济会 发展做什么 我资助的是 成德市 阮坪县 荒地村 我看一眼 这是个照片 我把名字都念出来 大家去查 荒地村 一个三 一个三年级的孩子 姓李的一个女孩 我资助他上学 因为他们家非常穷 他们家非常穷 他要靠卖什么猪草啊 卖柴荷什么的 挣一些钱 2017年 我说的是都是他实话 我 就我们家姑娘 就我们家闺女 这是我资助的这女孩 我们我把我们的带的 吃的用的书包什么的 给这个姑娘 这个姑娘 我们资助他从三年级开始 因为2017年的三年级 我们写的合同是一直 资助到 他的初三毕业 就是今年 今年的7月份 6月份 他就初三毕业了 他毕业了 我一直在资助他 资助他每年的学费 生活 简单的生活费 不是全部的 但简单的生活费 这是我资助 完了之后 就是这个女孩 为了感谢我 写的里头的话 我会把图片发出来的 叔叔阿姨 谢谢什么的 他的署名 我要是告诉 告诉大家 我要告诉大家 我把我这个 我们家姑娘跟这女孩 这是去他们学校 这是我们家姑娘 我就不露脸了 去他们学校 我送的 书包 一些 文具 书包什么的 这不是我一次的 我是从2017年 一直资助到今年 今年他初三毕业 如果我说那些 骂我需要都没有人性 不在乎男 女孩啊 不在乎 妇女什么儿童的 我从17年 资助这个女孩 所有证据都有 他的当时的 这是他的小学 大家念他的小学的名称 他的小学的 名称是 大家看一下 这是他们家的地 怎么看能看得清楚 这是他们家的地 玉米 这是我们家姑娘 我让我们姑娘陪她干活 要体验农村生活 也帮助这姑娘 他的学校 叫 叫承德西沟中心小学 好了 下面我又说了 你们觉得我 徐晓东在骗人 在胡说八道的话 涅满茶 承德 软坪县 西沟中心小学 有没有一个 心里的小姑娘 资助的 是我资助的 其实我 我觉得说名字 我也不丢人吧 我觉得不要说了 不要说了 行 我要证明一下 我要证明一下 这些都是照片的证据 如果我做假 你们拿出来 我徐晓东 退出所有 互联网 我今天为什么要说这个 就是我再说一下 就是不要说我徐晓东 不在乎妇女 不在乎 儿童什么的 假装的在我儿童 我是真的 如果你们这么 坦然的去骂我 去说 请问你们为这个社会 为这些 弱势群体 你们做了什么 你们是不是就是在呼吁 谢谢 谢谢你们 但我徐晓东不仅呼吁 我来做实事 我就不用多说了吧 这大家也都知道 北京 SOS 儿童村 时间 2021年10月份 我不用多说了吧 这是我去 看的孩子们 给孩子们捐的车 自行车 还有乐靠的玩具 这是21年的事 我15年 还去了一个 孤儿村 给他们 去送的笔和纸 我17年 资助的这位姓李的 姑娘 从三年级 一直到 今年初三毕业 这是我 书晓东做的 我请问 那些骂我的 那些指责我的 那些 扭曲我 误会我的 你们在做什么 你们又做出了什么 说书晓东 你这臭点 为这个干嘛呀 我现在误出来了 做好人 你必须要大胆的宣布 你是好人 向外宣传 要不然的话 这帮傻逼就认为你是坏人 这就是这个恶毒的 所谓的一些部分社会的垃圾 我说过了 你们 还有被带节奏的 你们都被蒙骗了 知道吗 我 书晓东是做实事的 我本来好多事 这些 资助女孩我不想说 我17年就开始 妈了逼的 没办法 你他妈不说 都以为你是混蛋 说了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你们知道吗 没什么 各种方式 MAT 出的国标新款 我都尝试了 我跟大家说 能给大家惊喜 以前大家水果味的 现在只有国标 但是 没让我失望 我觉得有惊喜 所以 大家 想戒烟的 或者原来用电子烟的 我希望你们可以尝尝这款 我现在一直用这款 有好多款 我推荐 大家可以扫码 鞋有3.0有4.0款的 MAT 最大的特色 就是舒服 给爸爸妈妈给孩子穿 都特别舒服 优惠 便宜 结实 还有 苏干服 运动衣 MAT 大家这边可以微信扫码 这边 洛特兰德 抖音扫码 抖音扫码 各种的营养 补充品 从孩子到老人 都可以用 大家可以抖音扫码 来扣你帽子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首先一点呢 就是那个 我在珠海的时候 东哥打了什么 东哥给我打了个电话 然后我们聊了一下 然后呢 我觉得东哥到后面呢 是被激怒了 我觉得愤怒了 愤怒了之后呢 就会说话的时候 就会说很多 说很多的时候 不会太在意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话呢 就说的并没有那么逻辑性 所以我在这里面呢 我想就是跟大家聊一下 就说 这件事情 那天东哥发的那个 那个我也看了 我全看 我全篇 小伙子给我写的信 我告诉你狗屁不通 就是狗屁不通 为什么 第一个 你是在假定 你是在假定 这个铁链女 一切都正常 然后嫁给董志明之后 然后他曾被虐待 导致他的精神病 这是这是你的你的假定 因为我们现在都没有证据 你不能用你的主观假定 来说这个事 那我们现在拿不 既然你也没有办法证明这个事情 我也没有办法证明这个事情 那我们只能按照现有的情况下 来推断这个事情的合理性 政治的法院的判决 所以呢 我我会觉得现在法院判决 是不是中了呢 在现有的法律条件下 他判的是中了 所以我们在强调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什么是法治 你说中了 我没说他说的 我说的 大家可以骂我 我跟你说一般人就骂你了 没关系 我是说在现有的法律的条款下 这个事情判的绝对是中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法律还不够重 应该再重 那我们讨论一个法律的问题 但是那个是要改这个法律的问题 那在有现有的情况下 他确实是判中了 那我们就说这个判中的话 是不是带有民意 这个有民众的这个愤怒的情绪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从这个铁链女 包括到孩子 包括这个事件 我们所有人 我可以这么说 当发生的时候 我都在转发这些事情 我们都在关注这个事情 因为这是一个悲剧 就在中国太多这样的悲剧了 但是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 这个事情是什么呢 究竟以恶之恶 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到底以恶之恶 能不能解决这个杜绝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考虑的是 以后的事情怎么处理 以后的事情 是不是能尽可能少一些 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样的悲剧发生 那我们是否能够用法律 我们现在讨论这个话题 来去考虑将来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以恶之恶 究竟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告诉你 不可能 为什么 如果以恶之恶 或者是严刑俊法 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那是扯淡的事 如果那么简单的话 那我明朝八批虫草了 该贪还一样贪 对吧 有些法律 拐骂儿童 如果你敢判死刑的话 那儿童没有活的 对吧 都会被杀掉 所以那天 东哥那次做节目的时候 直播就问我 我就拿挪威的事情 举了个例子 我说这个人 按道理来说 我们应该枪逼他一百回 都不解恨了 他杀了77个小孩 枪杀 但是他只判了二十 二十年 二十多年 那你 我想问一下 你们这帮人 你们到底了解 了解不了解 我虽然在国内 我不太了解 那你们告诉我 挪威是不是一个安全的国家 那是啊 对吧 很安全吧 这个事情发生了 难道没有给他枪毙了 难道挪威非就一定 变成 非常不安全的国家吗 没有 挪威在安全系数 在全世界都是排到 前几名的 所以呢 我觉得言行俊法究竟能吗 所以我就想讨论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说我们如果是真正是一个法治国家 大家努力想变成一个法治国家 就是只有判法的公正性 因为不公正性就会导致更多的悲剧发生 就是这个这个问题 我们来探讨 当然你们说的那些东西呢 第一个是假定的 不成立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你们只是以道德的 以愤怒的标准 去考虑任何问题 所以我觉得你们激怒了东哥 然后呢 东哥也很愤怒了 我不怒了 你现在不怒了 你现在骂我的人 合照带节奏人都一帮傻逼 对 我就行了 你现在不怒了 那当时你是怒了 怒了之后呢 然后呢会有一些过激的语言 然后呢都会表达不清楚 然后呢会导致这些人更多的误解 那所以我在这里来讨论 就是我们来探讨这个事情的发生 其实在我看来 所有人都是个悲剧 当然悲剧的大小不一样 那个 那 董志明也不是说他拿着棒的 去把一个人 那个那个铁链女打倒了 然后装到那个装起来 然后买那个拿回来的 这个不是他做的 铁链女不是被这么拐卖 就是被打卖的 就是说他们 当然他们一银的嘛 就是卖的 对他们一银出来的 就是人口买卖 或者是他们想象出来的 那这个事情呢 因为现在没得到证实嘛 那我就想说 就是说 董志明只是买了他 买了这个铁链女 然后买了过来之后呢 他 他有一些 不管是虐待也好 还是什么 对 非法激进也好 那现在已经判了这个事情 对吧 但是从董志明的角度来讲 他也是个悲剧 穷 也 也是一个悲剧 你知道吧 他 他那个很穷的地方 那像江苏啊 还好一点 我们再往中国更穷的地方 我都去 我好多地方都去过 那个地方更穷 那个地方 有很多事情 没有解决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 从更长远的角度去考虑 说 这个国家怎么能更好 那就人民 过得富足一点 因为富足一点 所以有些人说 董志明这种 就他妈不配 什么怎么样 哎 我说觉得你们站着 说话不腰腰疼 如果给你阿伦的 那个特别穷的 那个地方 你也没接受 更良 更多良好的教育的情况下 你也 你也就这个 你也就这个屌样 说实话 真的 我觉得瑞瑞应该 开个节目 开节目这样的话 大家骂我都可以转发骂 没关系 我不怕 因为我觉得大家辩论嘛 为什么要骂呢 对吧 你可以 你可以跟我讲你的道理 我可以跟你讲我的道理 对吧 大家可以 这个就是 这个 各自发自各自的观点也好 或者我们只是探讨一个 更合理的方式 来尽可能的避免第二次伤害 这是一个 在一个尽可能的 我们可能 希望这个社会 希望这个国家的人 能够更安全 更幸福 能够不 没有更多的人受到伤害 你说那个拐卖小孩 那个犯死刑的 我真没明白 后来我突然想 好像有这个 你跟大家说明白 大家好像以为你偏的 就是如果你拐卖小孩 如果你就把这个人定成死刑的话 那你想 是不是所有的拐卖者 在拐卖这个小孩的过程当中 一旦发现 这个小孩 他容易被 容易被被抓的 或者容易被被披露 或者容易被人举报了 他一定会把这小孩杀掉的 因为怎么着都是死刑 因为他这样的话 有可能你找不到证据 那就我就躲过去这个 所以呢 这个研判呗 比如我 是不是二十 就算判二十年 拐卖父母 就不管 父女儿童 拐卖父女儿童 就判二十年 就很判 不是很判 很判解决不了问题 很判只能导致法律不公 那就变成人质了 人质 法律的不公 才能导致更多的 大家对法律没有敬畏了 我们今天所有的人 是对法律要有敬畏 那敬畏什么 敬畏是他公平的 就是说法律的公不公平 是取决于什么 你定下来了 该怎么执行就怎么执行 那你认为现在的这个 拐卖父女儿童 法律定的是轻还是重 这个我们不在这讨论 我说的公不公平 是判罚的公不公平 而并不是法律 你说定他一娘公平 还是两娘公平 我们现在不去讨论这个 因为我们现在 就这个事情来讨论 就说这个判法 到底是是否是公平的 那如果这个判法 如果大家是公平的 那这个这个到 以后的伤害就会小一些 如果这个判法 大家是不公平的 那法律的敬畏就没有了 我知道了 就是你的观点是 这个判法是不公平 是偏重 别的大家呢 跟你的论点不一样 就觉得大家觉得 太判清了 判清了 你可以去 你可以去 我们探讨这个法律 我说的意思是什么 今天这个法就这么定的 这个条就这么定的 那我们就执行它 知道吧 如果你觉得这个定的不对 那我们再重新调整它 知道吧 老百姓的调整 不是老百姓调 那我们可以大家呼吁这个事情 我们觉得这个法律 判的有点轻了 我们可以去调整它 但是我在这里面 想说一个什么问题呢 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是言行俊法 或者判的最严苛的罪 就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 所以我为什么讨厌 很多人用道德的角度 去考虑问题 因为道德是愚蠢的 道德跟愚蠢就是一对的 他妈的道德考虑问题 它只有单一方向 因为事情和人都是多多元的 你必须要从各个角度去考虑 如果你从单一方向考虑 你就是一个白痴人的 因为你永远 永远是这样考虑问题 因为你站在道德上了 你道德上考虑问题 就是这样的 就应该这样 但是出现的结果 你要考虑清楚 这个结果不见得是好的 这个结果可能更糟糕 所以我在说 那就像我刚才 把他说了 那个儿童 那个就是管罢儿童 如果你判死刑的话 我们怕 我也很恨那些人 我也非常恨 以前我也是一分千英的 我觉得就应该判他们死刑 就应该枪毙他们 可是还有一个 就是我记得 昨天跟东哥发那个文 那个人说 又聊这个 又聊那 说别人没文化 我承认我没文化 我小学毕业 我真的小学毕业 但是我告诉你 你在我眼里一眼 他妈叫美文化 你别给我谈哲学 我告诉你一个 特别简单一个哲学道理 死亡并不可怕 枪毙一下就没了 死亡是人类最大的自由 这是一个哲学问题 你根本就不懂 失去自由才是最可怕的 所以 我也不懂 但是我觉得可能有点道理 就是你想 人类最大的自由是什么 就是老子他妈的 在这个特别超乱的地方 待着 我他妈的 可不可以选的 不待不活了 这就是我最大的 最大的自由 这是最后的自由 你给我抓起来 你给我怎么样 老子他妈死了行吧 就是这是我最大的自由 这是人类最后的一个自由尊严 你知道吧 那 什么最可怕 关起来 永远 永远出不来 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对 你看我们以前看的电影 小时候看的电影 就经常说 那个国外的电影啊 没有没有死刑的 所以我就给警察干 然后就不能再抓回去了 再抓回去 我也我也不回去了 我就给你干了 就笨的死去干了 因为明明干不过对方 警察人多 最后我就是非常被抓回去 其实人到那个时候 恐惧的点 恐惧在你永远看不到自由 说的挺深的 不是 这个是事实的 就是你永远看不到自由 那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并不是枪 枪毙来要好 或者这个人死掉 这个就可怕 就死掉就死掉了 所以我觉得 死亡并不是最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还有就是 如果这个拐骂儿童 我们真的把这个人 说把这个拐骂儿童罪 就定常最高的罪 就是死刑 那我相信 这个是很不人道的 我说不人道的 不光是对死刑 死刑不人道 我说不人道的是 对这些小孩 拐骂儿童 那些儿童 我相信 百分之 七八九十 都会被杀掉 你说的这个 非常沉痛的事 对 所以我不觉得 严刑峻法 就一定管用 还有一个 就是挪威那个案子 其实我们如果真正去看 那个案子的时候 就会发现 其实这个判了二十年吧 还有很多这个受害者 家长啊 也不希望判他更严 我听说过两个 对 然后为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 可能说这话呢 别人会觉得你特装逼 但事实是这样的 就是爱能治愈一切 就是说 因为你用恨 恶之恶 你只能导致 更恶的事情发生 让他 在这个环境下 如果他能改变 那就一样 所以很 还有一些人说 这个八个孩子 就是猎种 就是他们混蛋生的孩子 就是混蛋 那他妈你 你就是他妈的 以前那个就是说 血统论你知道吗 老的儿 老的英雄 老的混蛋 对对对 就是血统论 你就是傻逼在我眼里 真的 这人完全同意 对 所以我觉得 人 这个孩子是无辜的 他没有选择权 对吧 他生出来的时候 他没有选择权 那你 你不能断定 说这个孩子 生出来 他没有选择权 他就应该 他有这样的父亲 他就一定是混蛋 我觉得这个 觉得我是不赞同这个事情 而且这个 是说实话 是很没有人性的 还有人说 这个孩子 就算在固人院长大 就算没蝶没妈 他也比这个过得幸福 他也比那过得好 他也比那 我想说一句话 你说这话的人 你来 来这 看看 你去固人院看看 你去看看我们的这个 保障体系 是不是完全 完全 有那么好 当然你们在国外 你在这个好的国家 你跟我说这话 你要站在这说 现在我也明白了 就是现在真的注意 这个来骂这些事 我觉得大部分的 都是为了一口气 为了反什么 而反一切的 这样的 他为了 真心的为这些 父女儿童 他们真不会 他们第一 在我看来 没人性 就是因为这个事 来起哄 嫁秧子 对 来把这些事 越烧越大 不是为了 父女儿童孩子 而是为了他们心中 对他们 那帮人的仇恨 转嫁到这帮 父女儿童上 我说话 很多人听得懂 你们就明白了 而且我说实话 我跟东哥 在这里 本身跟你们辩论 我们就吃亏 因为你们 他们什么都能说 我们这是不能 什么都说的 你知道吧 你这他妈的一行口号 你牛牛逼了 你说全对了 对吧 我这是他们一行口号 我还进去了 明天出事了 对吧 所以我不能什么都说 但是我能听得懂的人 尽量你们自己去理解去 如果你连这些东西 都理解不了 那我觉得你的认知 确实就有点问题 对吧 或者你在外面 带时间场了 你连中文的理解 都可能成问题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们既然在探讨 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想法 我跟东哥 我们的想法就是什么 第一个 它是个悲剧 当然很悲 我看了这个事情 当时我非常不好受 心里非常难过 我觉得这个 现代社会了 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真的很痛心 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但是回过头来 你把悲 很愤怒的这个情绪 你忘掉的 排下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事情将来怎么办 我们的 我有孩子 我也是女儿 东哥也有孩子 我们的孩子将来 会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们如何能促进 这个社会的发展 促进这个社会 对法治的建设 然后我们是不是能 督处这个社会的 保障体系完善 我觉得这样的话 才能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很多人 拿别人家孩子 我在这里重申 你拿 你说东哥 你家孩子要是这样 网上一堆人这么说 说东哥 你家孩子 你要是你孩子 你会怎么怎么样 第一个 首先一点 我想问你 你拿别人家孩子 打比方 这就他们很不礼貌 就说明你人特别饿 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 你人心里面特别饿 第二个是什么呢 你诅咒别人 这也是非常不好的一些事情 第三个呢 就是你在激怒东哥 让他跟你一样愤怒 然后愤怒了之后呢 跟你一样的用情绪化表达 而不是理性表达 我是这么认为的 就是这些 所以呢 我就这样 我把我的观念说出来 你说他判的 在现行法 现在的这个法律条款下 判了这些 我觉得可能判了有点重了 到底是法治还是人质 我们讨论这个问题 那如果说你觉得 说这个法不重 我们判9年 判他们19年才行 那我们讨论法律的问题 懂吧 我们要修改这个法律吗 还是怎么样 对吧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呢 在这里面呢 我就说 那些无脑的 谩骂的 也好 或者什么 你们想一想 你们如果这个事情 进行再有一个第二次伤害 对孩子 再进行第二次伤害 然后这个事情 大家 发 纯发泄 发泄完了 就当那事没发生了 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人 对吧 尤其是中国人 都是这样的 一个话题 讨论了几天 发泄了一下 大家就完了 谁他妈重视 谁解决 到底怎么解决 到底怎么 他没有了 然后呢 你再多说两句 哎呀 你不要说了 这翻篇了 这你就 你成人错不行啊 哎 骂你一顿 不是你不能再说了 你再说就是你不对了 我想说 你还比你们 还有他们有点道理可强 你太那么无耻了吧 对吧 对 你骂完别人了 只好让别人说话了 啊 再说话就不对了 我想说 这他妈 哎呀 这是东哥原创的品牌的衣服 开始上架了 一共呢 有七八款 有衣服 短袖 裤子 短裤 外套 都有 各种颜色 各种形式的 感谢大家呢 订购 左脚 东哥的小店 谢谢大家 现在的几款啊 每款只有限量一百件 再过一些时间 会有不同的季节 不同的款式 都会逐步的给大家发出来 主要还是 让大家因为东哥喜欢 而看这些不同形式的 好玩的衣服 谢谢大家支持 左侧 东哥的小店 请大家呀 扫码 关注 每一季都有不同的新的衣服上线 大小 有很多 我试穿的几乎都是大马 也有小马